日本东北海域11号发生8.8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 地震导致日本最大的核电站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 这是自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 在核泄漏发生后 日本政府划设了长20.1公里的禁区 禁区内16万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 福岛禁区现在是一座空城 四年零八个月已经过去 之前的繁华景象和当地居民都消失殆尽 取得了进入禁区的合法许可之后 设置组和嘉宾记者陈杰成为近五年来踏入禁区的第一批中国人 这个正常值得42倍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起来了 天光还没有亮 进去之后特别黑 一进去 人就被直网呼住 皮尤记里边的磐石洞的感觉 的话连睁眼都很困难 还有肯德基爷爷在那儿 我靠着那么牛逼 核辐射危机带来的这种恐惧 一直现在四五年了 还没有动 我们最熟悉的说法产力 一片死寂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没有穿防腐射衣 所以我们在里边工作的时间是有限制 还要抓紧时间出来 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设置组合陈杰深入福岛的唯一目的 就是让人们看到核灾难后的事件 驱车深入福岛禁区 它们即将前往的 是福岛禁区内的受污染最严重 且最荒凉的地区 日本政府把这里称之为 环迁困难区 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一个真相 而是到底什么 我要尽可能达到 我能够达到的这个地方 来把这个地方 能现场记录下来 这就是我要去这个地方 我就要往前走 这是一种本能 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直线距离 只有三公里左右 正好是辐射值最高的地方 我们进入那个区域之前 做好了一些防护措施 2.86 先飞高一点 然后上往下看 放心吧 我飞你就放心 真有敌人 什么地儿也是 不少豪华车 那片金环似的 特别萧条 长得都是一人高的杂草 这公路还是个停车场 这就不像个公路 你看那车头还对着 要是公路的话 车头不能对着看 这个地方辐射量高 没有人敢进来 外面现在4.94 另外你走的时候特别害怕 我国内一些业内的一些专长 他们的分析就是说 到这个地方 是可以待另外一小时的 我也愿意突破这个害怕这个底线 我们去发现真相 是理所应当的一个东西 是我这个职业 我想靠得更近一点 越害怕的东西 我越想去把它突破 外面的速度是7.6 已经警告了 已经是报警了 警告这个是危险的 8.08 8.18 这时候其实我已经 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每一年感觉到新疆呢 特别快了 你一年感觉到新疆呢